正确是看到什么了 哎呀这个车好好看哦 一个蓝绿色的车辆 是不是这个车还挺好看的 就咱们本身呢是要向左边跟车道的 结果从后视镜发现了左边有车 对不对 变跟车道的时候有车怎么办呢 来看一下ABCD四选项 A选项 大家左转召灯直接变跟车道 你上你是想跟后面的车来一个密切接触吗 直接变跟车道会怎么样 可能会追尾啊 后方车辆可能会追尾 可能直接选错 可能直接选错啊 来B选项 在确认左侧无其他车辆后变跟车道 你说的就废话 你不是说的就废话吗 是不是 已经确认有没有车了 我已经确认了 我已经确认有车了 对不对 那你还在说 左侧无其他车辆变跟车道 不是说的废话吗 是不是 来先选项啊 开启 来比如知道这句好像啥 我已经给你捉盯在床了 明明我已经眼尖为实了是不是 你还给我说我没有没有 你听我讲相信我 事情不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都已经亲眼看见了是吧 就是有没有这种感觉 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感觉 都已经亲眼看到后面有车辆 还在还在这时候要确认一下 来新选项 有宝贝选择D的视频 我给你看一下啊 正确答案就是D写项了 来开启左转向灯 让后方车辆通过后再变跟车道 你开启左转向灯的目的呢 第一个你向左变跟车道 肯定是要开启左转向灯的是不是 第二个告诉你后方的一个车辆 那可能我马上向左变跟车道了 对吧 你先过去 那你过去了我再变 那可能别人的话就会稍微的加快点车速过去啊 先过去了你再去变跟车道 来所以D写项是正确的啊 来C写项为什么错呀 开启左转向灯稍微向左行驶 后车让行后再变跟车道 这个属于啥 这个是属于有点变人家车的感觉了啊 我觉得爱喇叭给你都已经很过分了 更何况你是用车去变了对不对 你太过分了这种行为啊 容易这种行为干嘛 容易被骂啊 会被骂的行为 指不定还会被打一顿啊 会被打一顿 所以咱们照及时水了 咱们D选项啊 这一达就D选项 15星文态从来没超过我 15星啥15星 猫的同桌 来站出来吧 我都看不见你们评论啊 如果后面的车一直不超你车 怎么办 这一题就很不好处理 做题是做题啊宝贝 做题目是做题目 这个题目就到此为止了 到此为止了 你不能说拿你现实生活中的那一套 来看你做题的那一套 对不对 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是暗懒吧 让你赶紧走的 有多少人是直接就放弃不超了 放弃不变了 对不对 都有可能的啊 咱们做题的话 是用做题的思路来做的 不能和现实联系在一起 否则很多题目的话 都会有很多的争议啊 都有很多争议的 就做题目的话 咱们一定要憋屈一点 委屈自己啊 你现实生活中 你会委屈自己吗 几个人委屈自己的啊 是不是 我就不揭穿你们了 老司机 是吧 容易被追尾 被亲屁股 对 容易被追尾啊 被追尾 如果他一直不超你的车的话 你就放弃变更车道呗 对不对 放弃变更呗 要么还有一种的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他不超你车 那你就减速 再不确认后方车辆啊 后方没有车 或者后方车安全情况下 慢慢去减速 他既然就是不超你车 你就比他慢一点呗 对 减速让他过去 对 如果是我的话 我应该我也会选这种做法 所以现实的做法呢 咱们就灵活一点 对不对 和做题目是不一样的 就是像你们在驾校学科二科三 你觉得你学了科二科三之后 和你上路开车一样吗 完全不一样吧 是不是 你科二科三用的那一套看点的方法 或者用了他们的感觉 停车的感觉 和你现实生活中开车 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考试就是考试啊 或者考试就是考试来的 来下面倒贴 再来 来如图所示 在这种没有信号灯控制的情况下 A车B车C车的一个通 通一权的顺序是什么 这是我们一个行车优先题啊 行车优先题了 其实昨天有人问过我 我在节目店也有给你总结过 是来 再给你排个序啊 再给大家排个序就行了 别再去背什么 什么左转让右转啊 找一让直行等等之类的 把自己绕进去了啊 一不小心没背好 还把自己绕进去了 得不偿失啊 得不偿失 来用我这个方法啊 给你排个序 来第一名 第一名啊 是咱们执行 为什么 因为执行是爷爷啊 如果想看一下 具体行车优先题的啊 可以点开咱们视频 我给大家去专门录了一个 行车优先题的一个问题啊 第一名执行 第二名左转 第三名是右转啊 左右 如果你想区分哪 到底哪在前哪在后的啊 用一个成语来辅助记忆 左右不分 用一个成语来辅助你记忆啊 左右不分 所以左转在前 右转在后啊 左转在前 右转在后啊 左 左在前 右在后 所以左转是第二名 右转是第三名 第三名 来 懂了这个排序之后 我们再来做读试看 来 A车什么 A车是直行啊 对不对 来 我清平了啊 否则后面的选项看不清楚 A车是直行 来 B车 B车是左转 是不是 来 C车 C车是右转 来 排个序 蓝车弟弟 红先 绿后 蓝车是弟弟 啊 您说 那个车的颜色 是不是 所以 你看我们来执行第一名 不要排序就行了 来 左转是第二名 右转是第三名 所以胜意就出来了 对不对 肯定是A车 第一 A车第一 B车第二 C车第三 所以是ABC ABC 蓝车了 对 ABC啊 所以选择我们的C选项 选项啊 所以行车优先题的话 就是你怕自己真的搞C搞B的 搞混乱的啊 一会儿这个让那个 让那个让这个的 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排序 排序就OK了 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啊 迎刃而解了 选了C选项啊 来我们再来一题 再来一题 给你们体验一下 这个排序的话 有多方便啊 多方便 如同所示 图中车辆如何通行 符合安全文明行车要求 我来看一下 其实还是一个行车优先题的问题 但这一题的话有点特别 为什么 它里面有个自行车 有一个自行车 那非自动车啊 自行车是非自动车 非自动车和自动车 谁先走啊 肯定是自行车先走啊 对不对 人和车谁先走啊 肯定是人先走 对不对 这个就是有点就是 弱势先走啊 弱势先走 因为毕竟自行车 只有两个轮 我们 我们小时有四个轮 对吧 我们轮子比人家多 我们车速比人家快 但是我们要领让行人 领让飞机动车 对不对 所以让咱们自行车先走啊 肯定是C车是第一名 对不对 C车第一名 C车先走啊 你俩大哥 起身了 还有人呢 还有人呢 对不对 来看一下B车和A车啊 接下来就是 机动车之间的battle了 接下来就是 他们俩之间battle了啊 来蓝色的车啊 B车是直行的 B车是直行 来A车呢 是左转 左转 可能直行是爷爷 对不对 执行是左转的爷爷 是他妈 他妈又行了 对吧 所以这是第二名 B车第二名 A车是第三名啊 A车是第三名 那个就是C B A的程序 CBA的程序啊 按照 C车 B车 A车的程序 选择D选项啊 是这样 就这么分析出来的 来 现在都是我在讲 我在分析 如果你们自己考试的时候 遇到这种题的 你会分析的不 科目四确实是有难题的啊 特别是真一题里面 都有难题 难度都是五颗星的 所以一定要认识听啊 这一课 就是知识含量还挺高的 知识含量挺高的啊 能够学到好多知识点呢 所以选择咱们D选项 按照C车 B车 A车的程序来的啊 来 下一道题 来看一下啊 机动车要让 飞机动车先行 然后指行 然后转了 这是我们高手指点啊 高手指点 你们做题的话 你看你听过我的课了之后 这些题目对你来说的小case了 你们如果刷题的时候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留言比较好的话 会被我们官方 盖上一个高手指点啊 高手指点的标签 是不是长脸了啊 给教练长脸了啊 给教练长脸了啊 所以欢迎你们在下面去考有互动啊 或者高手指点啊 都是可以啊 都是可以 现实来看现实啊 所以咱们做题不要用你现实的生活动力那一套去做题目啊 但是你也一定要追随着的规则啊 对不对 你现实生活中如果遇到飞机动车或者人的 你要让人家啊 让人家呗 毕竟咱四个轮子跑得快 对不对 让人家两轮的啊 来下个题 哎 驾驶汽车 平凡便跟车道有哪些危害 要走一段题还没听完 你要去哪啊 要去哪啊宝贝 没听完是不是 没关系啊 咱们我用的这个课程呢 是原备驾考宝贝啊 是原备 你可以自己去安装手机上 自己下来AP 自己安装手机上 反正我也不收你钱 对不对 你自己安装手机上 自己去看就行了 和我这个题目是一模一样的啊 一模一样 我现在讲的是科目四的一个真一题啊 科目四的真一题啊 你自己下来一下 去注册一下就OK了 一模一样的啊 就算你先要走了 后面客人听不到也没有关系啊 不可惜宝贝 不可惜啊 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 你们晚上九点钟 晚上九点钟再来就行了啊 我们每天下午三点 晚上九点直播 晚上九点钟再来啊 来单准题 平凡变更吃到有哪些危害啊 你下注啊 错误的是注意的啊 题目要看清楚了啊 如果你把这道题 看成正确的事 那你就选 答案你就选不出来了 因为你发现很多 很多都是正确的 是不是 很多正确的啊 所以题目呢 问你是错误的 什么来看一下 A选项 扰乱交通秩序 你老是变更吃到 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 你不就扰乱交通秩序了 对吧 所以A选项是正确的啊 说法是正确的 来B选项 B选项容易导致爆胎 哎嘿 平凡变更吃到和你爆胎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关系 对了 选B啊 这道题的答案是选B啊 答案选B 因为B是错的 平凡变更吃到和爆胎是没有关系的啊 影响正常通行 你变来变去会影响正常通行 容易引发中事故 为什么 因为你变来变去容易造成追尾 对不对 容易追尾 所以咱们容易产生将中事故啊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呢 是选B选项 因为B是这个 B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啊 来下道题 下面道题 来看一下 下长坡连续使用行车制动 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不良的后果啊 你下坡的时候 什么叫行车制动 啥要行车制动啊宝贝 首先你们要 题目要做对 你题目要理解清楚 对吧 有些宝贝可能连行车制动是啥都不知道 是不是 为什么不容易爆胎 和他和爆胎没有关系啊宝贝 你变个车道你就变呗 和爆胎有啥关系吗 对不对 和爆胎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如果说你变个车道 你就爆胎的话 你这个轮胎可能是气球做的 可能是动物做的啊 可是动物做的宝贝 你变车道你就变爆胎了 这个轮胎都不做的啊 你可能是买了假货了 每天几点直播是不是 下午三点晚上九点宝贝 咱们主编每天下午三点晚上九点直播啊 没有关注宝贝 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选递是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啊选递的 你们还挺厉害吗 还挺厉害啊 来看一下 H1为什么不对啊 首先我们行车制动 制动啊 行车制动呢 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脚杀 一般说的脚杀啊 你下部的时候 你怕这个速度太快 一般会就是踩个刹车 踩个脚杀对不对 那如果是连续使用脚杀的话 会有什么不良的后果啊 其实题目就这个意思啊 理解了不 能理解了可以添加答案 选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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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才容易造成翻车 知道不 连续这样轻踩下车 连续去踩下车 反正面的事 如果一脚踩下去的话 可能会容易翻车 翻灯之类的 要吃饭的吗 三点就吃饭了 吃饭吃那么早 你就吃了下饭 那你晚上九点可以再来 宝贝 大家每天下午三点 然后晚上九点两节课 三点一般是三点到五点 然后九点到十一点 这样两堂课 每堂课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白天工作忙 你可以往来看 晚上你早睡的 你可以就白天来看 对吧 不耽误的 不耽误的宝贝 来递选项 制动器 制动器这个制动的一个效果 会下降是正确的 为什么 因为你老是去踩这个绞杀 这个刹车片的话 刹车片的话就会发热 它的制动效果就会下降 所以照顾选择咱们递选项 选递选项 如果你要知道为什么选递的 可以看一下本题技巧 题目解析都会有 就你持续的去使用这个刹车的话 刹车片它会容易发热 从而制动力会减小 制动力会减小 严重的话 还会丧失这个制动能力 所以床下坡的话 咱们要怎么样 不用工作是吧 敦哥是吧 谁呀 您说谁 说我啊 说他们 工作肯定要工作 那你就晚上来呗 白天工作的话 可以晚上来嘛 晚上9点到11点 那你也差不多 你下班了 对不对 躺在床上 你可以来看看直播 来学习价格理论知识 是不是呀 不耽误啊宝贝 不耽误啊 没有问题的 来 如果你不踩这个脚刹刹车 怎样去刹车 降挡啊 通过降挡 通过发动机去刹车啊 通过发动机去制动 降挡 比如说我现在开车 可能就是一个五挡 对不对 我降到二挡什么这些的 通过降挡去刹车啊 去降低车速 而不是通过脚刹去降低车速 哎呀我去 哎呀没电了 没电了 所以咱们原辈的宝贝 就可能你们看不见了啊 那咱们是直播宝贝 每天都是直播啊 iPad没有电脑 所以可能看不见了啊 看不见了 你们也可以关注一下 咱们就是斗鱼的 叫做飞飞驾考啊 飞飞驾考 那如果是原辈的宝贝啊 原辈驾考的宝贝 你们每天呢 在我直播的时候 你们点开原辈驾考呢 直接会跳到我的直播间来的啊 都可以去下载一下 斗鱼的宝贝可以下载一下啊 对不对 原辈的也可以来 我们斗鱼看看直播啊 来接着往后看啊 接着往后看 下道题 驾驶机动车 驾驶机动车 在这种山区弯路 如何去怎样去行驶啊 如何行驶 来看一下 把四元像都给你挑出来啊 这个标志你们认识不 科目一的基础标志牌 一级二反三连续啊 一级二反三连续啊 像这种基础的一个标志 标志啊 它的科目一考的标过 科目四的话就升级了 科目一只会考 问你看到这个标志 是啥意思 什么标志 科目四的话就问你看到这个标志 怎样去行驶了啊 就是高了一个等级了 是不是 顺便就高了一个层次了啊 来一级二反三连续 一个弯的 你看它是不是就一个弯 一个弯的是急转弯啊 剑动向左指 就是向左急转弯 剑动向右指呢 就是向右急转弯 两个弯的 比如说这样子的啊 有两个弯的 它就是一个反向弯路 叫做二反反向弯路啊 三个弯的 什么呀 三连续 三个弯的是一个连续弯路啊 选B啊 那么多人选B 我们来看一下B 对不对啊 第一个占用对象车道 那肯定不行啊 肯定不能占用对象车道 对不对 你占用对象车道 让对面车怎么办 你走别人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吗 穿别人的鞋 让别人光着脚吗 是不是 咱们可不能做 这么不道德的事情啊 不能去占用对象车道的 来地点上 靠右侧减速行驶 为啥靠右侧 来我们靠右边一点 对象来的车辆 他们也靠右边一点 这样我们可以隔开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啊 相对安全的横向距离 隔得远点 这样就不是说摩擦出什么不一样的火花了 对不对啊 保持一个横向的安全距离啊 所以这边的男人确实是B选项 很棒啊 这一刻答题人挺多的 来西远项 到个中心去行驶 如果你也在中间行驶 我也在中间行驶 完了我们再抢彩了 就是跟你抢你不用试了 是不是 我也喜欢它 你也喜欢它 那我们就抢起来了嘛 对不对 所以咱们都靠右啊 都靠右边 都靠边走 都靠边走啊 来地点上 紧靠到了右侧去行驶 主要是B选项上有个减速啊 为什么不选D 因为B选项上有个减速 因为通过特别是一些 交叉路口呀 或者急掌管口呀 不太好的天气啊 或者不太好路段 比如说大雪大雾啊 下暴雨啊 下雨下雪下冰雹啊 不太好的天气 或者一些泥腻道路啊 下坡路啊 急掌按路 不太好的路段啊 咱们都是要减速行驶的啊 一般的情况的话 是不能速度 不能超过30公里啊 一般情况下 咱们这个速度呢 是不能超过30公里 每小时的 所以咱们要减速行驶 照顶使得咱们B选项 啊 实际多少查理 是不是 我是陕西安康人 你们可以去查一下 就是那边的一个 查理的状况 但具体的话 还没有跟父母商量过 因为我现在年纪还小 还没有到结婚的年纪 对爸爸妈妈也没有催我啊 也没有催我啊 所以你们可以 再多等我两年啊 再多等两年 来 下面一道题啊 下一道题 现在还是以事业为主吧 事业为主啊 在普通道路 驾车的话 遇到暴雨啊 刮水 遇到暴雨的时候 刮水器已经无法改善 驾驶那个视线的时候啊 此时呢 要采取的措施是 来 知道请你们做一做看 你们知道 你们做最后 给你数个大拇指 你数个大拇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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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法 预备一次 决定 红冰 轅 载法 省法 睿州 颅 複重 战侧 红冰 轨 载法 红冰 载法 辻 Bul 轻碍 车 轻法 马上 轨 轩 载法 杨 软法 软法 轨 轨 轰 软法 软法 轨 软法 轨 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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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法